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按下訂閱的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威斯里現在的所在位置是在高雄的古山渡輪站 大家現在看到的這裡是以前要做渡輪的入口處 不過剛才計程車司機的問講跟威斯里說 現在入口改的地方了 現在的入口改到這一個地方 就是古山魚市場這個地方進去 現在行人是趕著從這裡 入口去做渡輪 後船是往旗巾 對 就是從這裡進去 就可以坐渡輪去旗巾囉 去旗巾這個渡輪呢 就是兩邊的船輪對開 所以還算蠻快的就有一班船 那渡輪的費用呢成了為30塊 老人或幼頭為15塊 大家看到這個渡輪的船呢是兩層的 那第一層就是樓下那層呢是機車及腳踏車 如果沒有騎乘機車或腳踏車的行人呢 就到這第二層上面 大家現在看到這個最高的建築物呢 是高雄最高的建築物叫85大樓 85大樓以前樓下是百貨公司 樓上是飯店 樓上的飯店衛飾裡曾經也住過 而在渡輪的二樓這裡呢 就可以看到高雄的這個海景 這個風景還不錯喔 從古山的渡輪碼頭做渡輪到對面的旗巾 旗巾算是一個長行的小島吧 高雄的旗巾是蠻有名的 因為很多遊客 其實也不只遊客 因為很多台灣的短地人 也都會專程來到旗巾這裡 因為旗巾這裡是一個海水浴場 風景非常的不錯 看完了風景或在海水浴場玩完了之後 還可以再到旗巾大街上面 找一個新鮮美味的海產店來吃 所以衛士林每次回到台灣 如果來到了高雄的話 一定會安排來齊津看看風景 順便吃個海鮮 衛士林在之前的節目裡面有說過 多倫多是一個不靠海的城市 所以衛士林在多倫多是吃不到活的海鮮的 我們吃的都只能叫做活的湖鮮 也就是在淡水湖裡 今天衛士林回到了台灣 台灣是一個島國 全部的城市都算得上是一個沿海的城市 所以既然來到了高雄 當然不可以錯過這一個可以吃新鮮海產的機會 如果有機會來到台灣玩的朋友 如果您來到了高雄的話 記得一定要安排做個渡人來齊津 不但可以在沙灘上吹吹海風看看風景 還可以安排吃個新鮮的海產 齊津的海鮮真的是又新鮮又好吃喔 今天高雄的天氣蠻熱的 高雄目前的溫度是30度左右吧 除了這個海風居然是覺得是熱的風 真的蠻累的今天 好像快到了是吧 到了到了到了 我們到齊津啦 感覺蠻快的 因為其實蠻近的 要過來齊津 除了坐這個渡人之外 也可以選擇坐車過來 不過要繞到小港機場那一頭 因為隧道只有一條 一定要從小港機場那一邊走 衛斯理比較偏好坐這個渡人 因為不但又便宜又方便又快 而且還可以感受一下坐這個渡人的感覺 蠻不錯的 好了我們到了 我們下山囉 我們下山搭發大陸 到旁邊了 我們下山搭發大陸 我們下山搭發大陸 去把火車 好 好 阿拉松 一起 還有這個視角 就是它優惠下來的這個 它就變動 眼睛看得到就變動 就可以變動 那個也是變動 這個視角 可以管 可以管 一個小時喔 它算是一小時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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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小時五百 五百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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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嗎 你只有一個小時嗎 兩個小時就可以啊 不然我吃太多了 這個是這個啊 這個太小了 對 這個很小 這個 謝謝 謝謝 我吃太多了 我吃太多了 唉 六百 這樣 就... 對 不是說五百 我幾百小時 給你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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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煎到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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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煎不煎 這樣一煎煎 五百 那一煎煎 那一煎煎 我給你煎 我給你煎 喔 喔喔 是是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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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那是可以禮物 因為車子禮物 這都不禮物 這邊可以給你煎 喔 更加像證件 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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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護照 喔 有沒有打卡 喔 這個就可以了 那回好我提醒你進來 好 好 好 五點四十回來 鑰匙在這裡 鑰匙 鑰匙 喔 好 然後這個是到車 按下去 聽到BB聲 噢 前進按路上就好 那客人的上場 好 謝謝 謝謝 啊如果跑不到一半沒電子怎麼辦 蛤 我沒有電話啊 有網路 喔有網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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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好好 出發 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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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哈 對 呀 好 威斯里 在高雄騎經的這個海邊租了這個電動的四輪車 可以在騎經的海邊這樣子輕鬆的騎著這個電動車吹著海風感覺真的非常的不錯 所以如果您是有機會來到高雄騎經海邊玩的朋友們 不妨看到 不妨可以考慮一下 像魏斯里一樣 出了一個這部電動車騎著 非常的好玩喔 好险有租这一部四轮的变动车 因为其今的沿海岸 海岸线还蛮长的 所以如果是步行散步的话 可能会走到很远就无法回头了 所以卫士尼还是建议 如果来其今闻的朋友 最好出一部这部电动车 沿着海边去看看吧 沿路的风景还不错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个车子嘰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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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嘰的 非常的吵 那也真的好想有这一部车 才可以让卫士尼 我们一行人能够走到更远的地方看一看 如果是不行的话呢 走到目前现在这个位置 卫士尼估计至少要走快一个小时吧 所以还是初步车会比较适合 不然的话真的很多地方的景点也看不到哦 好了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又到了 另外另外一个海边可以看看这里的风景 好我们到了 我们下车看看吧 对于本身就是住在沿海的城市的朋友 像是香港温哥华 纽约甚至洛杉矶 旧金山 这些本来就是靠海城市的朋友们 可能对海边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可是对于卫士尼这种从多文多 不是靠沿海的城市 来到高雄旗金这里吹吹海光 感觉真的非常的舒服啊 哦对了 在高雄的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卖番茄切盘的店 别以为就是将番茄切一切而已 高雄的这种番茄切盘 会搭配店家自己特别调制的酱汁 味道有点甜甜咸咸的 非常的特别 卫士尼非常喜欢哦 好 好 味士尼租的那个电动的四轮车的使用的时间是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之后 将电动车骑回原来租的地点 玩了车之后 现在步行到这个奇经的大街上面 然后找一间不错的新鲜的海产店 决定今天晚上就在奇经吃海产吧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条街 两边都是卖新鲜的海产的 因为毕竟每一间店的厨房的师傅都不一样 所以味道也会不一样 至于哪一间好吃 味士尼个人是觉得每一间的味道应该都差不多 最重要的就是在决定吃哪一间之前的时候 价钱要先问好 因为在网路上有听说很多 在奇经还有墾丁一些旅游景点的地方 这些专门卖新鲜海产的店家 还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商人 会可能随地乱开架 所以身为游客 又不是本地人 在说国语的时候的 那个语气跟口音 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 不是台湾本地的当地人 就连魏斯里这种能够说台湾道地台语的旅客 也有可能会被骗 所以如果来到奇经吃海产 在决定吃之前的时候 每一个价钱都要先询问好 再开始点餐哦 在奇经的大街上面吃了新鲜的台湾的海产之后 现在的时间差不多是晚上9点 然后 魏斯里现在要做这个 杜伦 旗鼓2号 现在要做杜伦 回到高雄那边 准备回饭店休息了 如果您有机会来到台湾高雄观光的朋友们 魏斯里会建议您跟魏斯里一样 安排下午的时候来奇经 可以租一部电动的四轮车 沿着奇经的海边 一路的去欣赏一下高雄奇经海边的景色 等到晚上的时候呢 在奇经大街上面 找一间不错的海产店 吃一个新鲜的海产 然后 在晚上吃完饭之后 做这个渡轮 再回到高雄那边 魏斯里这一次来到高雄的奇经 感觉上没有几年前来奇经的时候的游客那么多 也有可能现在因为刚刚是疫情结束没多久 台湾也才刚刚开放观光 所以目前的观光游客并不多 给魏斯里的感觉上就比较冷清 不过希望下一次魏斯里再有机会来到高雄观光的时候 可以看到更多的游客来我们高雄奇经旅 有哦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为止 我们下一集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